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各位东周刊和头铁阿伯的读者 又到我们星期四中医学的专题直播 我们今天很高兴 又来到铜锣湾博外医院的世界针灸学会 联合学会的针灸专科中心 其实我们上次和范永医师做访问时 其实也来过一次 今天我们又约了另一位中医师 是一位美女中医师 林医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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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坐下 先介绍我们这位嘉宾 就是林淑欣中医师 今天他会和我们讲一个 有关于中医的滋补补薪的问题 有很多人都会吃一些中药 或者去买一些很名贵的药材 作为进补 即补一下气 补一下血 但是补又不能乱补的 应该是视乎自己的体质 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 林医师会和我们讲解 有关于中医学进补方面的一些坊间的谋误 首先请医师帮我们讲解一下 其实在中医方面 那些人的保身的概念是怎样的呢 很多人最喜欢问的一个问题 第一来问 伊斯是我是寒底还是热底 这是最常预yo的问题 但其实我们在临床上 我们不只是分寒热 就是那么简单 因为其实有时寒和热 只是疾病 或者是一个人的身体呈现出来的表症 我们在中医的角度 其实体质我们有分了九个体质 如果你上一集都有留意 这个专题的话 其实都有讲过一下 有说阴虚、阳虚、唏嘘 血乳、谈湿、湿热 甚至平和质和特品质 而往往这些体质 其实它们会混合出现 普遍来说 大部分的都市人 你经常听到人说是湿重湿重 因为大部分的都市人的体质 都是偏于唏嘘和谈湿 或者是唏嘘和湿热 意思就是解构了我第一个 解构了我第一个谋梦 我经常以为 你的体质就是谈湿就是谈湿 原来我们可以因应 当时的状况不同 是有体验不同的体质 就是一个人你春天可能没有一个体质 又或者你最近可能遇到某些生活的作息形态 领寻或者领寻大压力的话 可能体质就变成另一样东西了 是吗? 又不可以这样说的 纯粹在你的体质 它会出现了 譬如假设一个例子 有一个朋友经常跟我说 我很怕热 又经常出汗 又喜欢生肺脂 喉咙痛 我是不是就是热底呢? 但刚刚说的 我们不是分寒与热 其实我们透过望闻问切 四诊之后 我们就发现 其实这个朋友原来是属于唏嘘的 唏嘘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很多时候都是着重于脾胃的虚弱 脾胃虚弱的时候 脾胃消化 运化得不好的时候 就容易令到水湿停滞在腸位 水湿停滞 甚至是食积的停滞 那些东西停得久 屈得久 它其实就会发火 就好像有时垃圾咬得久 就会发毛的原理 所以就会呈现了一种 它觉得很热气的一个表现 但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说去清热 喝凉茶 它确实是可以清热 但问题就是 寒量的东西 我们又说会双脾胃 如果你只是喝凉茶 就好像你只收拾了 垃圾上的毛菌 有些指标不自本 甚至会加重了它本身的问题 即是这位人士以为自己是热底 但其实你根本不是热底 只不过你那一刻呈现了热底的状况 是的 没错 你就不要记住了 我是热底 以后所有见到医生 见到医生的时候 医生说我是热底的 烧热器我不能吃 就并不是这样 这个真的是 我也是误解了的一个谋误 好了 坊间 譬如你家里有妈妈背 婆婆 他们就会比较 喜欢去买一些 名贵的药材 作为补身之用 一家大小就一个 例如喝一个甜漆气锅鸡 也挺滋满的 但其实是否整家都适合喝 因为大家体质不同 而且补起来的时候 是否那些药材越名贵 就效力越强 坊间确实有很多玫瑰的药材 例如绿蓉 绿尾巴 或者是红芯等等 确实是一些好东西 他们的营养价值 真的非常高 但往往我们大部分的都市人 其实不需要有这么多营养价值 其实我们不需要吃到这么补 而且通常这类食材 是偏于补阴症 补阴血 甚至是壮阳 对于我们平胃的负担很大 其实我们 譬如像阿婆、阿嬷 或者他们以前的那一杯 他们很受得这些食材 所以才有这种观念 传来说 我们要多吃这些来补养 其实你想想 他们那个年代的人 可能食物的营养不太丰富 他们可能都是吃饭 吃蔬菜为主 可能我听我阿嬷说 吃鸡、吃肉 都是大时大智才有一餐半餐 而我们就说肉食 或者曾经有生命的东西 血肉有情之品 它其实主要是补精 是补阴血的为主 所以在那个年代的人 相对是比较缺乏阴痴、阴血 所以他们一吃这些食物 身体就很好、很舒服了 但是来到我们今时今日 我们大部分人的饮食习惯之下 我们的营养其实有些过于丰盛 是的 我们今天是寒烧、明天是自助餐 后天是放堤 基本上吃很多东西 特别是肉食很多 所以其实我们 没有多少人需要这么丰富的营养 不要再说要用绿胸、绿胎等来补身 如果本身经常吃这么脂利的东西 本身脾胃已经有一定的负担 当我们再进食这么脂宝的东西 就加重了疲惯的负担 就容易造成刚刚说的了 就会令到食积屈附在腸位 水积屈附在腸位 就会出现所谓 大家会说的虚不受保的那些厌重 我刚刚想起 是否真的我们顶不住 因为我们虚就虚不受保 原来真的是这样的 是的 所以我们很着重于 其实平时饮食 都很注重我们应该要以清淡为主 是的 所以就不是说有空就补一下 有空就补一下 补到自己受不住的时候 就可能重大一件事了 好了 现在坊间其实也很方便 变成了果粒的冲剂 而且以前经常卖行广告 就是不止什么牌的花旗心茶 你知道我们这些都市人在办公室工作 有时又熬夜精神又不好 我都真的有放一些花旗心茶 在工作桌旁边 然后就有空的时候就会冲来喝 作为这个 好像对于自己的小小一个能量的补充 而且现在坊间真的多了很多果粒冲剂 我估计那些果粒冲剂 其实可以令那些滋补的作用 就没有真的那些药材那么厉害 那这些用来我们平时饮用 其实又好吗 花旗心这个选择得挺好的 因为我们都市人又夜睡 然后刚刚说了 很多人都是骗语启嘘 所以其实花旗心 它有一个滋补 补气 养音 伸增的作用 所以其实你这个选择得挺好的 都挺适合我们大部分 就是熙夜、青少年、中年 它那个适用的人群很广阔 那真的挺好的 这个也挺好的 另外你刚才说 到底火粒好不好呢 我们现在有时看中医 很多人都会选择吃火粒冲剂 不再说自己煲药 我往很多人都会问 到底火粒好 还是自己煲药好 我觉得这个是各有各的好处 当然你有这个时间 有这个精神 当然煲药的效果 它角色是最好的 因为药物经过共同煎煮 它会产生一些化合作用 它就会达到一个最高的疗效 但是其实我们煲的过程 我们都很讲究 比如火候、程序 先煎厚下这些 如果你有些什么步骤 可能做得差一点 药效始终会差一点 所以其实这些火粒冲剂 现在就带给人很大的方便 而且它现在其实很多都做得很好 好像你这样 喝完之后你已经立刻觉得精神了 其实它的浓缩度现在做得很高 所以就算不用药材 它的效果也不差 而且它令大家散却了煎煮的复杂程序 是的 因为有时火狗回家 因为火狗就算快 也过了几钟 没错 返回家也不想煮饭 也不想再煲药 所以我觉得冲剂 为人带来一个很大的方便 起码你会有一个服药的连续性 因为煲药 如果你吃一天停一天 效果就会差一点 而冲剂它就会确实 可以令到你连着吃药 其实也有一个很好的 这一直都是一个迷思 因为我闲事我见到中医师的时候 如果我看了我十几年的传统中医师 他就说一定要报药 但是现在现代的中医师 他们就说 不是的 其实现在现代的果粒 其实他们都是经过高温的熬煮 也能够释出药材的真正效力 然后再把它变成浓缩的果粒 其实他说效用是差不多的 我自己其实两样都有用到的 我就不知道是因为我帮我开果粒的那位医师 下的药是比较温和的 还是果粒的药效是比较轻一点 我发觉每次吃完这个要煮药 我是用电子药煮的 煮完之后那些药 似乎效用好像强一点 我不知道这些是否我自己的心理作用 也不是的 因为有时你一条坊里面 也有十几只药材 对 腹方 有时其实这个药配这个药 A药配B药 B药配C药 其实出来的功效是不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有经过一起煎煮的时候 那真的可以产生到另一个化学作用 就不是一包一包一斤一斤的放在一起 都是那十种药材 带出来的效果就不像你一个熬煮的过程之中 能够释出这个药物的效果 是的 它会差一点 就像你当栗子炆鸡 栗子和鸡分开煮 味道跟你真的栗子和鸡一起炆 是两样的 我可以煮了鸡 这煮是煮鸡 这煮是煮的栗子 出来的味道 最后搅拌回鸡 是不一样的 不过你说你能否吸收到固中的营养 其实我想不多不少都可以 因为你最多就是多吃几剂 但是始终可以令到你坚持服药 其实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比你吃一天不吃一天 所以我觉得 譬如你说煮药好 还是冲剂好 这个真的大家可以自由选择 因应大家的习惯 时间 再去决定 是 不过那粒冲剂其实也有一个好处 真的当你那天很急 完全没有时间 譬如我想 我可以上班之前 看了中医 然后就立刻在现场 就立刻收拾好 然后就立刻喝了 我起码那天的早上可以比较舒服一点 否则的话 除非我要晚上再回家煮 那天我还未能够有中药服用 可能那天也会比较辛苦一点 我又知道其实中医方面应该说 其实很多人就喜欢把那些药材 我们叫做入检 但其实很多时候用来煮汤 其实现在秋天的时候 大家都说到秋冬进度 然后在秋天的时候 大家都会感觉到 其实天气是真的干燥了 在中医学 就常常有一个 term 就是叫做秋操 有些就会形容秋老虎 这段时间 就特别需要汤水滋润 或者滋暴 是否呢 又或者我们这个时候 如果真的要滋润 或者滋补一下 有些什么汤水选择呢 嗯 我们首先说一下 秋天有什么特性 秋天就是我们天气 由一个炎液、湿液 转化成为 去到天气寒冷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其实地面上的那些水珠 本身有很多水珠 所以那样东西才令我们 觉得夏天很湿液 而这个水珠 在秋天的时候 它慢慢就会结成伤 所以天气慢慢就开始干燥了 然后我们大自然的气 都会随着 我们人体的气 都会跟着大自然的气 一起收敛潜藏的 就是我们人体的氧气 都会一起收回到我们 比较深入的地方 做保养的 所以相对来说 就会影响我们皮毛 皮毛很有趣的 原来我们呼吸 其实皮肤和鼻是一对的 我们鼻吸皮肤就会呼气 是的 皮肤吸皮肤就会呼气 它是一组 所以当天你开始变凉的时候 皮毛它会开始收缩 所以它会影响到我们肺的功能 所以在秋天的时候 除了你刚刚说的 躁斜当令之外 它也很容易影响我们肺的状腑 容易产生一些呼吸道 或者皮肤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秋冬这个时节 我们要很注意 顾护我们人体的津液 津液就是一些水分 你说在饮食方面 我们需要多些吃一些 正味酸甘滋的东西 有些东西吃下去酸酸甜甜的 你都会觉得很解渴 很新墩 新墩 是的 酸甘我们说是化阴的 譬如有些什么例子 例如是八盒 苹果 雪梨 莲子 雪耳 这一类 全都用来煮糖水很好味 很滋 另外或者是一些油脂比较多的东西 一些好像果仁 那些乳酪 譬如黑芝麻 杏仁 核桃 这些油脂比较多的东西 它都起到一个润的作用 所以在汤水方面 都可以推介两碗汤水给大家 首先第一个 我们有一个青橄榄 裸头煲瘦肉 青橄榄是一个新鲜的食材 它有一个清热利烟生军的作用 然后裸头是一个滋补干腎气血的作用 都是一个养阴为主 这个汤水就是我们比较针对一些 秋天的时候口烟、鼻、干燥的这些问题 这个可以改善它 另外也推介一个汤水给大家 就是这个霸黄花、毛花、果煲雪梨汤 这个汤水偏入少许 因为霸黄花本身都有一个清热解毒、化痰的作用 配合了毛花果的新鲜 这个也能起到一个滋润肺胃 润泽皮肤的作用 这两个汤水的功效很好 而且我听起来也很好吃 我都听完之后 我立即上去买这些材料 就花一期煲 不过可能持放工都未必能 即刻即刻即刻就可以煲得到 除了这个汤水的滋润之外 好像其实这些时候做一些穴位按摩 是不是也有些帮助的 嗯 都可以的 可以的 首先教大家一个在面部的穴位 因为我们秋天转季 都比较容易出现一些鼻敏感的症状 或者是呼吸得不暢顺 口烟干 就是刚刚那些症状 其实我们穴位都可以做到 这个就是营香穴 营香穴在我们面部 在我们鼻液的两旁 这个位置有点粒粒 有点粒痕位 是的 低一点 差不多我们说法令纹的位置 这个位置我们可以做一个按摩 另外我们可以选取一个肺经穴位 肺经穴位是列缺穴 它在哪里呢 我们可以把我们手拿出来 手掌心向着我们胸口的方向 两个虎口相搭 这个食指指住的位置 就是我们要找的穴位 就会在粒痕处 是的 能不能找到 这个 是的 这里我们一搭上去指住 就已经是穴位了 这个我们列缺穴是一个肺经穴位 因为刚刚说秋天的时候 我们的穴液不够 肺是水的常缘 所以我们在肺经取一个穴位 来调通我们在上朝的水液 另外最后还有一个穴位 我们在脚那里 在脚眼那里 在脚眼那里 就是脚眼内围的 后一寸的一个粒痕的位置 脚眼内围 是的 大概在这个位置 这个叫做太溪穴 太溪穴 它就是属于肾经的穴位 刚刚说肺是水的上缘 肾就是水的下缘 我们这几个穴位 配合了一起做的时候 就可以起到一个 脂补肺肾 和润躁的作用 非常之好 我要先记住这两个员位 真的回去做 对现在这个秋天的 这么干操的天气 真的非常之有帮助 好 今天就多谢 医师帮我们解构了 原来这个脂补秋冬进补 以及中医学的进补上的谋误 而每次我们真的要很多谢 医师他们这么贴心 又为我们准备了一些小礼物 今次会送给大家的小礼物 就是一个滋润肝腎汤 这个滋润肝腎汤 就是有这个 党心 淮山 復灵 白術 巴击 己子 时室 就是补中 益气 滋 补肝腎 这个就不是说一定是秋冬的时候 适合适合吃的 但是就是一些比较性质平和 一家大小都适合饮用的一个汤水 好 大家要怎样拿到呢 有请留意我们稍后我们的Facebook专页 我们就会公布了 到时大家就记住要 就会把我们的汤包拿走 然后希望你们喝完之后 都精神爽利 好 今次多谢林医师 多谢各位的家庭观众 和我们了解多这么多中医学 希望每一辑都能够 大家都有所悲意 是帮助能够改善自己的身体 好 那我们下星期四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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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ğiz 拜拜 拜拜 文字幕志愿